我弟说他也喜欢我们那辆车 喜欢我们那辆车 喜欢就喜欢呗 他现在没驾照的话 就考个驾照以后 他想开也可以给他开的 他不是这样子想的 怎么意思 那怎么想的 他也想要一个 什么想要一个 他也想要一个跟我们一样的 他觉得特别好 特别酷 哦那有能力就买呗 没能力啊 你买吧 我买 你再买一个 什么让我再买一个 哦你开一个 我弟也开一个 真搞笑啊 喜欢我们家的车 就啊就让我也给他买一辆 对啊 那你是他姐夫啊 我是他姐夫 但是我没有这个义务啊 怎么没有义务啊 我是说如果他喜欢我们这辆车 哎那他就搞一个驾驶证是吧 到时候有证了 哎他想开我们这车呢 偶尔也可以给他开一下的 谁想要开啊 人家想要自己的一辆 想要自己的一辆 那就自己买呗 没有钱 没有钱那就不买呗 你给他买一个 我给他买真搞笑啊 哪搞笑了 我是他谁啊 我又不是他爹 但是你是他姐夫啊 我是姐夫 我也我也没有这个义务给他买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这时候你跟我说一家人哦 那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你跟我结婚了 他 他是我弟就是你弟啊 我只是跟你是一家人啊 跟你娘家都不是一家人了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要是没有我爸妈的话啊 我弟结婚啦 干啥都对我招办 所以要个车也不过分 哼你招办 真搞笑啊 有一辆车 我们这车的 二十来万啊 你再让我买一辆 就让我买二十来万的车啊 真搞笑啊 喜欢我们车就让我买 这什么逻辑啊 我都搞不懂啊 还要你懂啊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你给他买辆新车 他也喜欢我们的车 那我也喜欢啊 你你你娘家的那套房子 那能给我吗 那买一套和那个一样的也给我呗 你是谁啊 那我也是女婿啊 是吧 你是女婿 对啊 你娘家 你又不是亲儿子 你娘家也是我娘家 是吧 不一样啊 现在来这里说我不是亲儿子 那你那你弟也不是我的亲儿子啊 那他是我弟啊 他是你弟我也没有义务给他买 我有义务 你有义务你有啥义务啊 我当姐的我就得帮他 帮你爱帮哪帮 不关我的事啊 那你给他买一辆 不买 买 看上我的车觉得我真好就买一辆真高下 你买就买呗 还要我帮买 我们没钱啊 要不然还会跟你这样说吗 那有钱了 你等他有钱了 他自己买呗 你拿钱给他自己买啊 我没有钱啊 你不买又不给钱是吗 对啊 你确定 确定啊 下次他来我们家 我直接叫他开走 你新买的车啊 我直接叫他把 开走 敢开 怎么不敢呢 他现在连证都没有 我直接叫他开走 嗯 你敢 告诉你 那车是我的 是我们家的 他没证 但是他女朋友有证啊 那也没用 怎么没用啊 啊 我让他两开走 你不给买新的的话 这姐 真会当啊 真是伏地谋啊 哎呦 啊 能找到这样子的老婆 很好了 会顾家啊 好 好个得啊 我一点都不稀罕你这样子的老婆 我告诉你 要不是有小孩 我早就跟你离婚了 天天的 想着你弟 什么都想着帮你弟 你替 工作有没有 天天无所事事 有所好钱啊 经常来问你要钱 你还给 还问我要钱给 那都一家人啊 啊 互帮互助嘛 那你有了他也要有啊 如果你这么执意的帮你弟的话 我告诉你 咱们离婚是早晚的事情 你给他买辆车吧 不买反正呢 就这样